你们有化妆室 出来做有必要上化妆室的 可以等你 我们上化妆室吧 来 咱们现在先往里面走 去看我们的大老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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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韵 不然一会我就会去说 玻璃 贴瑟 那个内液 这个最好的 这个比较好 好 而且 可以 看到有紅葉了 大家在往上走 這邊的... 不見邊邊走嗎? 你們三個拍成一盤 這邊比較兩盤看一點 這邊比較兩盤看一點 這裡面上面也有茶餐 前面是茶餐嗎? 看見到... 還在這個山上 而且水好空氣 然後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這幾個那個...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這邊的... 那其實是用紅色的 所以的話呢... 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來自於上面的... 我們的...比如說... 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看我的指的是不是那個洞 他跟我說是沒有錯 然後最早... 對就是這個洞 我們可以抬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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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可能是... 我們可以... 1...2...3...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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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顆在後面 15顆在下面 15顆在下面 10顆在上面 這要亮三碗 那個茶葉 這邊有時候有我們的茶品 剛下方 剛初上艦艙來到 一會兒才開始做 那我們這邊的茶葉呢 所以主要要经过洗几道工序了 首先第一道工序 就是从山上踩下来 都是用手踩的 踩两叶一行 二等三点一行 像我们这边的踩都是这样踩的 踩完之后呢 我们拉回来 先放在这里晾清 晾到比较柔软的时候呢 放到一层深厚的大部分 然后进行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呢 这个大铁会翻滚 会摇动起来 那茶叶跟茶叶之间呢 就产生一个锅 它会有锅盖 就产生一个脂肪 发酵 发酵完之后呢 放到茶壁上那个大铁锅 有一块铁锅 它就这样子 放进去了 那个大铁锅 炒完之后呢 一边上这个楼叶鸡 一边上这个铁锅 然后我们的茶叶 它就会有锅盖 一边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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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烘干鸡 那我们这个茶呢 烘干完之后 还是不能马上喝的 我们要挑选 像这边你看 那我们这个是挑的第二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中间的那根杆给挑了 第二道工序 变成这样 对 第二道工序呢 那就是把这种 把这种老叶 把那种黄色的老叶挑选掉不要 因为这个采摘下来是比较老的 所以这种辣椅是称它为中藏 可不可以在杂 但是好像就比较容易 这一餐太丰盛了 你看啊有多少层啊 蒙花啦还有什么啦 对啊 不得了 吃了好像也是在海底的吧 这一餐吃的最丰盛了 哇 哎呦 你们的战斗力比我们强 这一餐哦 十二道菜 这家叫 这是村黑的 这是村黑的 那大大的雕刻 那是村黑的那大大雕刻 过头的那个大大雕刻 墨头大大雕刻 多热啊 多热啊 好… 多热啊 多热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